今天我们来到了达官国中庄刚明老师的班上 面对刚学完染色体的同学们 刚明老师打算在这堂课 让同学们接着尝试运用所学 建立性别决定的模型 我的学习目标还是放在知识层面 就是要让学生清楚地知道 人类的性别是用染色体来决定的 那学习表现的话 我比较把它放在思考智能里面的建立模型 我希望这堂课是可以用建构的方式 就不是老师直接跟学生讲 而是让学生在自己思考摸索之后 建立一套有关性别决定的这个模型 在今天的课程中 老师会先让同学们看看 其他动物是用什么特殊的方式来决定性别 并且发现 人类决定性别的方式 好像跟他们有很大的不同 进一步好奇 人类是怎么决定性别的 再由老师提出今天课堂最主要的问题 接下来透过影片得知 性别是由染色体控制 并借由老师准备的活动 观察到雄性拥有一条比较短的歪染色体 并进一步结合之前学过的解数分裂的相关知识 得出会有一半的精子拿到歪染色体的线索 最后再结合前面的知识 尝试做出 拥有歪染色体的精子与卵子结合后 就会发育成雄性 反思则为雌性的假设 并以此回答课堂一开始的问题 若是假设正确 则男女的几率会是一比一 这时再去比对生活经验作为验证 在发现阶段我的目标还是 增加他们的好奇性 去问一些他们可能 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 那当真的问到那个问题的时候 对 怎么会这样我从来没想过 一旦有这个想法 他后面的课程就会想要继续进行 在课堂的一开始 老师先秀出自己正常 以及修图成女生的照片 在带动课堂气氛的同时 也让同学们说出 判断性别的标准为何 接着老师就要开始 冲击他们的尝试了 这个是什么鱼 小走鱼 小走鱼他们的性别很特别 整个族群里面只有一只是母的 当那一只死掉的时候 就会有一只公的 变成那一只母的 所以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Nemo 那个卡头 你知道Nemo的爸爸 大概没多久他可能就会变妈妈了 他已经有没有妈妈了 我是先给他们其他生物的例子 像是小丑鱼 性别的转换 或者是鳄鱼在孵化的时候 会因为温度而导致不同的性别 在对应到人类的身上 想让他们产生那种思考的冲突 因为他们一听就知道 人类不会做性别转换 那到底人类是用什么方式 对我觉得这种冲突越大的时候 越可以引起他们的好奇心 好那你想一下 人类可以靠这样的方式来决定性别吗 今天你全家都是妹妹 全家都是女的 然后就一个哥哥 把哥哥杀掉之后你就变男生 或者是在冬天怀孕的时候 然后人都是生出来都是女孩 如果夏天怀孕的话 生出来都是男孩 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吗 不会对不对 好那我就要问你了 到底是谁在决定你的性别 其实这边我丢出的问题有三个 第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是什么东西决定了我们的性别 然后第二个是 他在什么时候决定的 然后第三个是 一旦决定了之后 有没有办法去做性别转换的动作 这三个问题我先不跟你们讲答案 等一下我们会进行一个活动 那个活动活动完了 或许你们心中就有答案了 这个问题其实人类在千年前 我们就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 但是一直到一百年前 才得出真正的解答 这个人他是一个科学家 他叫做史蒂文斯 就是由他去提出人类的性别 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在这里老师花了一点时间 跟同学们介绍这位科学家 让同学们能够更好地 进入课堂的情境中 所以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活动 我们要重现他当年的实验 我们要用他实验出来的结果 来试着去推导人类到底男生是怎么变出来 以及人类的女生是怎么变出来的 好那在进行活动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小段影片 接着老师播放了史蒂文斯的影片 让同学们知道当时的时代背景 以及科学家开始研究的动机 影片结束后 再由老师带领全班进行讨论 把课程往下一个阶段推进 请问他提出的假说是什么东西 软射体遗传学说 他刚才做实验了吗 还没做实验 他只是从前人的那些研究 他认为性别可能跟什么有关系 跟软射体有关 那我要怎么去做软射体的研究 显微镜昆虫 所以我就是拿一只昆虫 然后显微镜把他的细胞挑出来 然后去看他里面的软射体 好没错 等一下我们就要模拟这件事情 我的目标是他们要先换起 后面要做思考推理的时候 所需要具备的背景知识 对像是软射体 是控制我们的性状 对以及软射体在减速分裂的过程中 他会去做分离的动作 类似这些知识 各组等一下你们的桌上 会有这样的一个两个碗 这个我要模拟的是 虫虫的一颗细胞 细胞里面可以倒出来这些东西是什么 不是虫啊不是虫 好我要模拟的是染色体 好那你们现在 看看你们的桌上 你们的桌上是中间有被贴一条红线 红线往前那个是女生的部分 红线往后是男生的部分 假想你现在是一百年前的科学家 你正在一百年前 还不知道性别是怎么来的 不知道性别怎么决定的 但你认为可能跟染色体有关 所以我们做的就是把虫虫 一公一模的染色体把它抓出来 好现在先回你们各组的座位 我会用教具的方式 然后让他们排出染色体成对的样子 以及染色体分离之后的样子 对那如果有正确排列出来的话 我就可以知道 他们已经具备该有的先辈指示了 好现在你们每一组可以分两个小组 两个人就负责一碗 把染色体倒出来 接下来活动正式开始 最开始他们会拿到的是这一张 因为这一张就跟PVT上面 所呈现的图是最相像的 他们应该也可以直接理解说 这里面的就是染色体 好那接着他们要把 这一盒的染色体 全部都排列出来了之后 我才会发第二张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是排列好的染色体 好接着他要把染色体 彼此都成对的分离开来了 做正确的减速分裂完了之后 我才会给他新的这两张 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是代表减速分裂完的配置 好那最后他们就是用这个配置 去做推理 然后去得出最后的答案 而这个活动的设计理念 老师也在事后向我们做了解释 通常在课本上面呈现的 染色体的图就是这个样子 它已经排列好的 那我觉得对于一些抽象思考 比较擅长的学生 他在这方面没有问题 可是其实有另外一部分的学生 他的抽象思考没有这么擅长 他反而比较擅长做手作的部分 所以我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 小小类似男生的活动 好模拟一下 这是一颗细胞的染色体 然后我们要从中去找出 彼此配对的一对 那学生在动手操作 一对一对把它配起来的过程 我相信可以更具体的建立出 成对染色体的概念 对那后续的 当我们做减速分裂 把染色体分离的时候 它也会对那个分离的感觉 透过它亲手操作 应该可以建立得更完备 其实这个教具很简单 这个就是美术用品 然后里面就是铁丝 就是用剪刀剪出我要的长度 对那另外一个 可能会稍微麻烦一点点 就我是用Word编辑 然后做出 就自己画出这样的图 对啊就要送外面的影印墊 帮我印出这样的透明的 换灯片的材质 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当它重叠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出它合在一起的样子 那当我要把它做分离的时候 也可以看出彼此分离开来的 就是当它融合在一起 或者是分离的时候 我觉得这样是有一个很直观 很具体的一个画面可以给学生 在把染色体成对排列的过程中 很快就有同学在雄性染色体那边看到了问题 十对染色体 男生的细胞有几对 十对 看起来是十对吗 不是不是 这不一样 这个算一对吗 你们觉得 算 算不算 好 没关系 这个问题我们先留着 好 那没错 所有的男的细胞都是这个样子 就会有一条特别短 所有女的细胞就是这个样子 我把你们排出来的 换成这样的图 看起来比较清楚 现在帮我做一件事情 这些是体细胞 帮我行减速分裂 当同学们把减速分裂后的染色体模型 也排出来后 老师就会请他们想想看 今天最主要的问题 并尝试做出假设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课程的重点 我的目标是让学生用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的话说出正确的理论知识 我觉得他们可以推论出 精子在减速分裂形成的过程 会产生两种精子 一种带X 一种带Y 对那个别跟软结合之后 带Y的就可以伸出男生来 带X的就可以伸出女生来 是有一种精子 它的其中一条是短的 另外一种精子 它的其中一条是长的 所以现在你们帮我思考一件事情 这两种精子 跟那两种软结合在一起之后 怎么样可以伸出男的 怎么样可以伸出女的 好 思考一下 我的做法就是让学生分组 然后下去自由讨论 等每一组凌结出一个 他们小组的共识的答案之后 再把全班收集回来 然后再各组去彼此分享 他们每一组刚才讨论出来的结果 我觉得这边我会特别留意的地方 有两点 第一点是 我一定会留时间给学生去做讨论 那当然有时候学生的讨论 可能会慢慢地失交 或者是往比较发散的地方 收不回来 那这时候我就要适时地去做介入 帮他们拉回来一把 当观察到每一组都差不多有结论之后 老师就开始齐合全班了 来 现在所有人到仲凡正义桌 来 听他讲 来 专心你喔 就是男生是这张组 所以男生做一个男生体 因为我这一颗 所以说他分你出来的时候 就是变成这样子 然后女生 女生分你出来就是变成这样子 所以说你要配出男生的话 你就要有这一个 所以男生不管怎么配 一定要有这一颗 所以他一定会变成男生 然后呢 女生是没有这一颗嘛 所以说这样子配一定是女生 好 认同他的讲法的人请鼓掌 所以大家都认同吗 有没有人有讨论出不同的可能的结果 通常最后再把学生收纳回来 然后让他们自己发表各自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学生讲的内容可能不会完全正确 有一些对的有一些错的 那当他讲出对的内容 我就会直接问全班 认同的举手 或者是认同的鼓掌 那我觉得这边可以对发表的人 有一个很强的正回馈 至于他错的部分 我会先留着 没有当面把它挑出来 那但是当第二个人讲 第三个人讲 第四个人讲的时候 可能错的地方 彼此就会有一些差异了 这个时候再把每一个人的差异挑出来 然后让全班去讨论说 那到底哪一个部分 哪一个细节是对的 啊谁的又是错的 后来又陆续有两位同学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虽然三个人的假设 多多少少有一些差别 但大方向都是正确的 于是最后老师再用他自己的说法 重新讲一次性别遗传的规则 帮大家做收敛 收敛完后 老师回到台前 准备为今天的课程做收尾 因为这个活动没有办法 真的做实验去验证他 我们总不能说 真的拿两个人来生小孩嘛 所以我的目标是放在说 如果他理论健备完整了 他应该可以用这个理论推导出 生男孩生女孩的几率就是二分之一 对那他在放回他的 日常生活的经验里面 他就可以知道说 所以为什么这个社会上的 男生的女生的比例就是一比一 透过比对生活经验作为验证后 老师就要把今天的课程做结论了 这堂课的最后的结论 其实就是要回扣到 我一开始所设计的教学目标 希望学生可以建构正确的知识 然后可以知道说 我们的性别就是由染色体所控制的 来现在我们回应一下一开始的问题 是谁决定你是男还是女 我一开始丢出了三个问题 就是谁控制了我们的性别 然后什么时候控制的 以及还能不能去改变 那当学生已经建构出 这套理论知识的话 他应该可以很正确的回答出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 性染色体 你会说是爸爸决定的吗 很坏 爸爸可不可以控制精子 我要Y精子钻进去 不行 所以我们一般会说 大概就是由精子里面带的 X 还是Y 来决定 那什么时候可以确定你的性别 受精的那一瞬间 受精的那一瞬间 看哪一颗精子钻进去 大概就确定你的性别了 性别一旦确定之后 可不可以转换 更换 如果我带的是X Y 我把我的音精割掉 把我的稿丸割掉 我的细胞里面会变XX吗 不会 我的生理上性别还是男生 一般我们在上性别的单元的时候 通常会搭配ABO血型 或者是人类的多基因遗传一起上 那其实这个算小单元啦 应该一节课就可以上完了 而我这样的课程设计 一整节课下来 只会教完有关性别的部分 但我还是选择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 当他发现他所自己推导出来的那个理论 跟课本上讲的 跟科学家做的 跟老师口头讲出来的答案 一模一样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知识是他自己建构的 他会有很强大的自信心跟成就感 而我觉得这种自信心和成就感 才是可以让他走下去的最大的动力 在课堂的最后 老师又为今天的课程下了另一个结论 让这堂课不单单只是知识的传递 好所以最后我只想跟你们讲一句话 生男孩生女孩的几率叫做一半一半 因为哪一颗金子钻进去不知道 就跟你直硬币 投到正面跟投到反面的几率 是一半一半一样的道理 今天不管你是哪一颗金子钻进去的 请问最后正面反面的结果 会影响到正面硬币的价值吗 不会 你是男生是女生 会影响到你这个人的价值吗 不会对不对 好啦上课吧 给给观看 based 雪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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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